花蓮今27日凌晨发生规模6-1等多期地震 许多民众都被国家警报惊醒 巧合的是 有文友于卓26日傍晚发现在花蓮地区的天空出现火烧云景象 纷纷拍下PO上脸书社团天空观察学院 留言说今天花蓮天空没爆了 超开心看到这场景但也有点小紧张 没想到凌晨就发生强症 让不少网友直呼 真的这么悬吗 不过去向鼠地震车爆中心主任吴建復解释 地底下这么深的地震是否影响天空 地震学研究比较少有相关现象 而台湾天气现象多变 也许只是刚好发生地震所以有连结 建议大家还是应该以实际统计数据来看